欢迎来到汉字公开课系列微课第三讲 物有本末 指示字教学 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认识了象形字 今天我们来认识另外一种造字法 大家和我一起来看看这个字 木 甲果文中的木是这样写的 整体来看就像是一棵树 上边是茂盛的往上长的树枝 下边是神神扎在土里的树根 中间是树干 所以木最早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树 现在请大家仔细看看这个木字 它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对 在木字的下边多了一笔 标明了树根的位置 这就是本字 它最早指的就是树根 还是那个木字 我们再来给它加一笔 这次加到了上边 我们看 原先木字的上边多了一核 就成了一个新字 墨 它的意思和本正相反 指的是树枝 树叶的地方 所以墨最早的意思就是树枝 本和墨还组成了不少成语呢 比如 本墨倒置 那 关于本墨倒置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本墨倒置的故事 一天 动物园管理员发现 袋鼠从笼子里跑出来了 于是开会讨论 一致认为是笼子的高度过低 所以他们决定将笼子的高度 由原来的10米加高到20米 结果第二天 他们发现袋鼠还是跑到外面来 所以他们又决定再将高度加高到30米 没想到隔天 居然又看到袋鼠全跑到外面 于是管理员们大为紧张 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将笼子的高度加高到100米 一天 长颈鹿和几只袋鼠们在闲聊 你们看 这些人会不会再继续加高你们的笼子 长颈鹿问 很难说 袋鼠回答 如果他们再继续忘记关门的话 这个动物园的管理员们 没有去找到袋鼠跑出来的真正原因 而只是去加高笼子 这可不就是本末倒置吗 本 原指树根 比喻事物的根本 末 原指树梢 比喻事物的枝节 置是放置的意思 本末倒置就是比喻把主次轻重的位置弄反了 看完了故事 那本末倒置还是一个字迷呢 大家猜猜看 答案很简单 把本和末倒过来 就是半字 你们猜对了吗 和本末倒置还有一个意思很像的成语 那就是舍本求末 舍是舍弃的意思 求 追求 舍本求末的意思就是舍弃根本的 主要的 而去追求枝节的 次要的 后用来比喻 不抓根本环节而只在枝节问题上下功夫 就像我们刚看的视频中那些管理员们一样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本和末都是在末上加了一横 这一横就叫做指示符号 它有的时候还会变成一个圆点或者是一个圈 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上指示符号来表示意义 这就是指示字 由木加上指示符号写出来的字还要不少呢 我们来看这个字 这个字是不是和我们刚才认识的末很像 它们字形相似 笔画相同 仅仅是两个横的长短不一样 它们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末是在木上加一横表示树枝 而位子它是先把木子向上的这两个曲线 各加树画朝上延伸 之后再在曲画的下面加了一层向上的曲画 表示因为树木之叶茂盛 所以在树上结了果子 有了滋味 古人为了表意更加清晰 结合位子原本的含义 加上口就造出了位子 有趣吗 我们再来看看木字加上指示符号还能写成什么字 在树的中间加一点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珠子 这一点在树木中间指出这种木是红心的 它的本意是赤心木 后面将这一点慢慢的写成了一横 最后珠子写成了现在的样子 除了像这样在象形字基础上加上指示符号之外 还有一类是用单纯的符号指示 这类字比较少 只举两个例子 上和下 上和下表示位置的高低 甲骨文用一条曲线表示标准线 在上面加一短横表示上 我们可以看到刚开始的上和2很像 后来为了和2做区分 这里有三个成语吗 这里有三个成语 我们一起去填一填吧 七上八下 这里的七和八是汉字的数字 它也是指示字哦 还有上行下效 成上起下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了 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指示字包括两类 分别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上指示符号 这类字有 那课后给大家布置个作业 请根据拼音写出汉字 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本、末和位都是在目字上加了一笔写成的 那么大家再想想看 大字加一笔能够组成哪些型的指示字 并尝试把它们写下来 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会继续学习人言为信 会议字教学 我们下节课再见